好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循环 循环呢 这个是ES6里边新有的一个东西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说一下数组 数组的循环 那么首先来讲 这里边呢 我们来说一个哈 我们把上面这块 怎么弄一下 因为它这块是那什么吗 我们就直接把它注视掉就完了 注视掉回来我们看看 看那个什么就完了 OK 这是刚才我们知道的 把这个注视的部分拿到这儿来就完了 摘到这儿来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说 这儿来说 这是刚才是1 在这里边呢 我们说一个数组的循环呢 数组循环 因为这个数组循环 未来我们会大量的使用ES6 这是ES6里面才会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里面首先定义一个 let array 1 我们让它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先让它等于 1 3 5 4 OK 1354 然后这样 我们随便给了几个 随便给了几个以后 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东西 原来正常来讲 我们有了数组以后就是负循环嘛 然后get这个arraylance等于那什么 正常的是这样 那么现在比如说 我们要 这个输出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把小于三的 数组小于三的元素都拿掉 我们一般原来做法是怎么做 我们一般原来的做法是这样的 那我们letarray 2 我们正常来讲 是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负循环 这个 let i 等于0 i 小于array 1. lens angth i++ 对吧 然后的话 你 这个地方不对 然后呢 你会在这去这样 是if 你去判断一下 array 1 相应的i 比如说我们拿3来确定 只有它大于3的时候 我们会干嘛呢 我们会array 2.push 括号array 1 对吗 这是我们正常原来写的吗 就我就比较 比较简单 我就这么给它写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底下呢 在这 console .log array 2 我们看一下 好 5个次出来了 但事实上我们有更简单的办法 其实上部这种写法呢 我告诉你 这叫命令式的 这个东西叫命令式的 我们其实说的是说 react里面 以及es6里面 其实它会用这种 更多的是 怎么说呢 其实来讲就是它不是面向过程的 它并不 并不太喜欢过程 那么实际上来讲 它可以用一个东西叫filter 那么filter怎么用呢 filter完全能实现上面这个功能 而且可以使得这个代码 看起来不是那么臃肿 它怎么做呢 它首先要在这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比如叫eslarger eslarger里面呢 来讲它会收三个东西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参数进去 一个是element 一个是index 一个是array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你只要return 就是其实给进来element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么来讲呢 你只要看这个element 是不是大于三 也就是说你大于三 它就返回处 你这个数进来 不大于三 就返回false 你给了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底下这个地方 用什么 这个地方array array2的话 就变成这样了 就letarray2 等于什么 等于array1.filter 这个filter在里边干嘛 把刚才这个eslarger带你去 也就是你这么写完以后 事实上来讲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基于这样的一个数组 然后呢 它把数组力的每一个元素 滴了出来 然后扔到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函数里面去 扔进去以后 然后是这个函数 如果返回处 那么就把它放进新数组里边 就push进去 相信这就是push进去 如果它是false 就不做了 所以它叫filter 也就是说 它会生成一个新数组 新数组生成的新数组 事实上来讲 对于旧数组来讲 哪些东西 哪些元素保留 哪些元素会被去掉 完全由这个函数返回处 或者false来确定 这就是数组循环里面filter 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一样的 看见了吗 也是5和4 好 那么如果有了filter以后 事实上还可以有什么呢 还可以有map 这是2.2 2.1 就是这个叫函数 函数filter 2.2呢 这个是函数map 函数map是干嘛的 函数filter 当时我给你写一下 函数filter 其实就是 如果 代入函数 返回true element保留 如果返回false 那么 element不保留 好 这是filter函数 map函数干嘛 map函数跟它 意思一样啊 是对 每个 成员 进行处理 然后 放入 新数组 那么好 我们刚才把map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拉着就不行了 那这个函数呢 其实来讲 它的它的整个这个参数表呢 跟那谁上面的参数表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起一个新的叫add1 add1呢 这个里边呢 那我把上 我就把上面这烤下来 跟它一样 好 跟它一样的话呢 那么在这底下 我们怎么做呢 是return 什么东西 return里面这个东西是element 我对element加1 因为我这是add1嘛 所以我给它return一个element加1 OK element加1 那么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底下我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把这个 就拿掉了 注释掉 然后我在这 let array2 等于什么 array1.map 后边给一个什么东西 add1 那么这个东西返回什么 就是把e里边的数组里面 所有的元素 加1加1 以后生成一个新数组返回 诶 没错 啊 啊 啊 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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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一把 你看啊 2465出来了吧 全都加大一点了吧 好 这 不知道 你们 温 Eleven 咱雅 这里 。 那么 我们 我们 呢 看看 咱雅 鱅 我们 我们 我们